一大早长辈就陆续报道 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树皮拓印 素材就是大小不一的树皮 然后再利用各种颜色开始拓印 接着再拿着树枝一一的装饰 成品出炉 长辈拿着自己的作品展示 都好开心也好有成就感 细子区湖联理影法俱乐部 持续的开办多元课程 有洞健康手作园艺 最近还带着长辈学树皮拓印 连八九十岁的长辈都展现美术才艺 只说学习新事物延缓老化 我发的大薯 先树皮弄发出来才撕 撕了才贴 我天天都来洗饭 为什么洗饭 这很多老师都会教啊 就不会痴呆啊 我们社区八九十岁的长辈非常的多 但是他们只要能够自己走动 他们都是自己从社区的各个角落 然后到我们乐活中心来 然后来上课程 或是不管是体能的 音乐的或是讲座 他们都非常热意的参加 八九十岁的不算什么 这一天洗子区长林庆峰 也特地来关心长辈 除了针对登革热集 重阳礼金发放进行宣导 也提醒大家做好房台准备 而长辈也很开心的拿出自己的画作分享 互动热络 那今天长辈齐聚在活动中心这里 来做相关的一些树皮拓印的一个活动 那很谢谢所有长辈的参与 也感谢我们所有制衣工伙伴 来陪伴我们的一个长者 那这边也要特别来进行我们相关登革热 以及相关重阳礼金发放的一个宣导 那也提醒大家 那我们从10月18号就会开始要入户 如果说您的那个是要领现金的话 我们会10月21号在各个直径地点来做 现地的一个发放 新北市的社会局有这么样一个关怀 社区关怀据点一个很棒的一个计划 有提供一些经费 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长照员 能够帮我们安排一个很好的课程 丰富的课程 这是值得推广的 那让更多的长辈能够受惠 而且也提升他们的一个学习的能力 缓解老化 胡连里每个星期一到五都有安排课程 也举办老人共餐 因为不少的老人家闲在家里无聊 所以社区都鼓励他们多走出来走动走动 安排的课程也很多元 让长辈开心学习 家常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